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是开悟者的境界 没有开悟的人 不要轻易讲这两个字 一般人都做不到随缘 不是随波逐流 就是不服输 想尽办法要攀缘 没有一个人愿意随缘的 诸法因缘生 诸法因缘灭 有很深的内涵 一般人面对事情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就是逃避 第二种就是想尽办法要去解决 逃避一定是不对的 想尽办法去解决也未必对 为什么呢 就像有的绳子 你越想解除它 那个结 结的就越死 所以 难怪很多人感觉到人生很无奈 左边也不对 右边也不对 想解决也不对 不解决也不对 所以才有 无奈这两个字 这时候就要观诸法因缘生 诸法因缘灭 因缘条件只要还是在 那个事项就必然在 因缘条件渐渐消失 那个事项也会随着消失 修行怎么修 就是应物认随行 水遇到方 它自然成方 遇到缘 自然成缘 水是自在的 但是 人则反之 遇到方 说 我明明是缘 我为什么要变成方 遇到缘 则说 我明明喜欢方 我为什么要配合变成缘呢 我们看新闻 每天有多少对离婚 数据是否正确不知道 但是很让人惊讶 是三位数的 难道他们彼此不喜欢吗 那当时为什么要结婚呢 不说两个人喜不喜欢 只是彼此配合而已 这叫做随缘 你到哪里去找一个跟你个性一样的 连双胞胎都个性不一样 而且 找一个和你个性一样的 你不觉得无聊吗 一般人都不会聊天 比如 你在上班 你关心你太太 你打电话问她 你吃饱了吗 她回答 吃饱了 你呢 你说 刚吃饱 你们又问对方 你今天中午吃什么 你把话用录音机录起来 你会觉得你们表面上是关心 其实讲话很无聊 但如果是相骂 话题就多了 关心五分钟就讲完 相骂 五十分钟都讲不完 我们观察世间的人对话 也是觉得很好笑 修行就是随缘 你要看书 你自己看 你要做禅 你自己做 但是平常跟别人相处 就是要随缘 问题是 那一种不随缘 不甘愿的心 还是障碍你 一般人除了这两种心 还有一种心 没耐心 你跟人在一起 你的内在都是如此 只要有这样的内在 你一定没办法随缘 讲到最后 说算了算了 这就不是修行 所以我还是劝你 随缘消就业 切莫造新秧 这句话从我开始听到 一直到最后 我感触越来越深 越来越觉得它不简单 请你好好用这句话去修行 这其实不简单 因为我们一定会随缘造新业 我们总是沉不住气 何谓消缘不住气 就是心中没有定力 所以更不需要谈到三妹 定的功夫都没有 如何契入三妹呢 所以这一句话好好去修吧 在生活当中 在生活当中修行 因为修行不离开生活 一切的因缘都在生活之中 本后思维 你是否总是被自己固有的模式束缚 心平何老持戒 心直何用修缠 感恩六祖会能大事开示 感恩达官师父教会 感恩您的聆听 感恩生命中的遇见 感恩达官员